美国康奈尔大学副教授梅尔特是最近出版的《共同战斗中国对红色高棉的援助》一书的作者 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昨天为他举行的新书介绍会上 他说中国在援助共产党政权国家中关系最特殊的是红色高棉统治的民主坚博战 他称之为中国的附庸国及其经济政治军事全面依附于中国 他说中国全面援助红色高棉处于地缘战略考虑原因有二 第一 中国当时与苏联交恶 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也不好 这是中国第一次有机会与一个附庸国建立关系 第二 1975年中国与苏联支持的越南交恶 柬埔寨是中国平衡越南的非常有用的潜在盟友 从2010年开始萌生研究中国与红色高棉关系的念头 梅尔特教授前往柬埔寨和中国各地 辩访有关人士查阅各种文件写出此书 详细揭示了红色高棉在1975年执掌政权时 整个国家完全依靠中国的外援和技术帮助得以生存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书中引用了曾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张金凤的声明 中国政府从未参与或干预民主柬埔寨的政治 梅尔特教授说 简而言之 中国感到这是很羞耻的事 任何与红色高棉有直接关系的人都是很难看的 在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三年八个月期间 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奉行消灭一切资产阶级的极左路线 屠杀了300多万柬埔寨人 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 2007年至2009年 联合国与柬埔寨组建特别法庭 逮捕并审判了红色高棉的头面人物 梅尔特认为 今天中国的外援政策 与当年基本相同 但有一点不同 那就是中国今天的外援政策 注重从受援国获取自然资源 中国设入了柬埔寨所有自然资源的采决作业 矿产 木材 而最具战略意义的商品就是天然橡胶 此外 在最近中国与菲律宾的领土争端中 唯有柬埔寨坚决站站在中国一边 因此 梅尔特教授认为 这对特殊关系 无论过去还是今天 都有其地缘战略的重要性 美国之音方斌 纽约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